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难道他发现自己了? 他的心脏差点从枪子里蹦出来 怎么办?跑根本来不及 他都能感觉到那个满脸吟笑的家伙正贴着墙向自己划过来 他也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眼睁睁地被对方折磨死 他在惊慌失措之中 寻找身边一切可以用来滋味的东西 猛然间看见头顶墙上相见着一个红色的小匣子 警报器 他集中生智 脱下紧剩的那只高跟鞋 用足力气用尖尖的鞋跟砸破了警报器 四耳的报警声骤然响起 充满整条走廊 在警报声中 潘杰听到匆忙奔跑的脚步声 那个跟踪狂被突入其来的警报声给吓跑了 他浑身瘫软地坐在地上 直到人们跑过来发现他 他都不知道 他们跟他说了一些什么 迷迷糊糊地被人扶了起来 张剑武看着面前失魂落魄的潘杰 脑门上绷起根根青青 张小姐 请你仔细回忆当时的经过 尽可能地说详细一些 入室抢劫已经够让他头疼的了 他这两天一直在排查 居住在大清区 最近刑满释放的人 虽说案子不复杂 不过牵涉到明星 就不能出任何差错 现在网上 微博上到处都在热议 演员沈强被人打劫的新闻 还有不少人趁机抱怨 大兴趣的社会治安差等等等等 无形中给了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到万万没有想到 更加棘手的事情才刚开始 没过两天 潘杰就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 要不是他集中生智 弄响警铃 把跟踪狂吓跑了 后果很难想象 最倒霉的是 医院所在区的公安局 不愿接受这种明星御习的案子 以怀疑是同一个罪犯为借口 让原办案单位并案处理 一下子把案子又提回给他了 之前的案子还没破呢 凭空又他奶奶 读了一桩无头案 潘杰声音颤抖 一边用纸巾不停地擦着流出的眼泪 一边哽咽着叙述了事件经过 除了张建武 周围都是沈强公司里的人 蒋雨昕和丁潜也在 丁潜完全是个局外人 闲着也闲着 跟着凑凑热闹 丁潜见过的案子多了 本来也不太热衷这种简简单单的入室抢劫 不过他却对潘杰这个女人产生了兴趣 明明是一个被害人 为什么要当着警察和大家的面撒谎呢 他到底有什么可以瞒的 难道他跟那个抢劫犯认识 理应外合 打劫自己家 然后一二分做五 坐地消脏了 这显然不可能 其他原因丁潜还没有想到 他站在人群里 不露声色地打量盘结 听他悲悲气气地哭诉经过 本来他还面带轻松 倒想看看这个女人又想使出什么花招 结果越听他眉心反而渐渐拧了起来 怎么这个女人的演技突然提高了这么多呀 几乎让人都分辨不出真话和假话了 不 他没撒谎 他说的都是真的 张建武沉默着听完潘杰讲述经过 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态 一旁坐在病床上的沈强 早就气得按捺不住了 用力拍摊床帮 我沈强好歹也是个明星吧 这三番五次还没完美了了 他想干什么呀 真是欺人太甚了 当我沈强好欺负是不是 沈先生 张建武咳嗽两声结果话 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两起案子是同一个人做的 也可能跟踪潘小姐的人 只是一个恶作剧 你开什么玩笑张队长 没等沈强说话 潘杰首先叫起来 情绪激动 那个人差一点就抓住我了 他肯定不是什么恶作剧 他要害我 我知道 他肯定是要害我的 那你觉得 这个跟踪你的人 跟入室抢劫的人 是一个人吗 我不知道 我当时吓得只顾着跑了 根本埋了急 看清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沈强插嘴 这两件事情发生这么接近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我们之前 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张建武又不吭声了 沈强心直口快 最不喜欢这样吞吞吐吐 他忽然一眼就看到丁钱 高声说道 丁医生 这件事情你咋看呢 说说你的想法呗 丁钱说 如果能确定 这两起案子都是一个人做的 那他的目的 就不是为了钱 沈强盲问 那是为了什么呀 丁钱看了一眼潘杰 目光中带着玩味 我之前问过潘小姐一个问题 为什么罪犯一开始 要在他卧室躲那么长时间 不提早动手抢劫 潘小姐当时回答不出来 我们其他人也想不明白原因 不过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 倒是一下给我们提了个醒 提什么醒啊 如果假设跟踪潘小姐那个人 和入室抢劫是同一个人 倒是能推导出一种可能 罪犯不是图财 他其实是迷上了潘小姐本人 这就能解释 他一个菜鸟小偷 为什么跑到别人家卧室里 在女主人睡觉的时候 不声不响地 藏在床底下那么长时间 因为他就是冲着潘小姐本人来的 啥 你说我媳妇碰上一个色狼了 我只是说出了一个 解释得通的假设 到底是不是我并不确定 丁潘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欲言又止 不 你说得有道理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感觉就是这么回事 你觉得呢 张队长 是啊 张建武被沈强问得很不自在 如果承认丁潘的假设 那他之前的判断就完全错了 但他仔细想想 丁潘的分析确实有道理 又反驳不了 好吧 我会继续调查的 张建武说着 起身告辞 面色不快地离开了 病房里面 沈强还是不依不饶 把抢劫犯和色狼 不管谁是谁都大骂了一通 派着胸脯向潘姐保证 绝对要保护好妻子 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的 潘姐的情绪也平稳了一些 他无意中看到唐清飞 脸显得比较沉闷 似乎很替自己担心 他心里忽然想起 自从那天沈强被打伤之后 他跟唐清飞 就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 连点甜言蜜语都来不及说 不禁怀念起唐清飞的文存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他偷偷朝唐清飞使了个眼色 唐清飞也没抬头 不知道看没看见 过了一会儿 他装作不经意地起身 离开了病房 出了病房 他给唐清飞发了一条短信 让他到楼上的女卫生间见面 那个卫生间比较干净 也很少有人去 他先到了卫生间 从里面把门锁上 然后耐心地等待唐清飞来敲门 没想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小腿肚子都沾酸了 唐清飞才姗姗来吃 潘姐嘟着嘴 跑过去搂住唐清飞 你怎么才来呀 唐清飞今天情绪明显不高 你可真行啊 这种时候还敢这样 人家想你了吗 潘姐恨不得把娇小神区都埋在唐清飞的怀里 你难道不想我吗 今天早上 我要真被那个变态抓住了 你就见不到我了 你知道吗 唐清飞不以为然 没有那么夸张的 她其实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潘姐松开的 目光悠远 满脸的委屈 喂 你怎么说这种话呀 难道你不在乎我了吗 唐清飞一直紧绷着的脸 忽然憋不住 吭斥一声笑了 你误会我了 我只想说 其实张队长刚才说的没错 跟踪你那个家伙 只是恶作剧 没什么 潘姐愣愣地看着唐清飞 你叫什么笑啊 你怎么知道是恶作剧啊 因为那个家伙 就是我派的 唐清飞指着自己挺拔的鼻子 一个字一个字说着 你 你疯了 潘姐忽然从惊恶中爆发 揪住唐清飞的衣领 用力推脏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唐清飞赶紧捂住她的嘴 不让她喊 第一声吼道 你才疯了呢 喊什么喊呢 万一让别人听到呢 这不都是为了咱们俩吗 潘姐拨开她的手 愚怒未消 为了咱们俩差点把我害死 你究竟什么意思呀 你以为光凭咱们之间 演那场戏就能混过去吗 那个姓丁的心理医生 已经怀疑了 你没看出来吗 咱们当时是一时心急 编造出了一个入室抢劫 这里有漏洞的 咱们俩都没发现 这个丁一声 一眼就看出来了 说的没错 一个抢劫犯 为什么会躲在卧室里 那么长时间没动静 非要等到沈枪来了才动手 这根本就不合常理 万一张剑武受到启发 说人这个漏洞一直往深了挖 难保不会怀疑是咱们俩捏造的 所以我就得想办法弥补这个漏洞 说到这里 唐清飞露出几分得意 我就顺着这位丁医生质疑往下想 既然抢劫 盗窃 都说不通 我就干脆让这个罪犯是变态得了 一个变态狂 躲在你床下多长时间 都不过分不什么 不过 为了诱使他们往这方面想 我就得安排一个案子 主角就得用你了 现在这个漏洞弥补的还算是不错吧 你看丁钱和张剑武的脸色 他们都身心不疑了 潘杰听完 虽然钦佩唐清飞的心计 但还是有点来气 说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何至于我这么担惊受怕呢 我如果提前告诉你 你还会演得那么逼真吗 万一你在意紧张 被人看穿了 岂不是前功尽弃 唐清飞解释完 见潘杰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双手搂住他 温存了一会儿 对他说 放心吧 这件事很快就解决了 你就用不着再担惊受怕了 两次袭击之后 这个身份不明的跟踪狂再无动静 大家的心还紧绷着 只有潘杰和唐清飞暗自有数 一星期之后 惊悚悬疑篇 试血夜魔 首应室在上海的新华国际影城如期举行 沈强尽管头上的伤还没有痊愈 仍然监视到场 只不过是头上戴了一顶帽子 把纱布遮掩住而已 面对记者他们的询问 表现出满不在意 首应室的时间定于星期六傍晚七点开始 早在下午四点钟 制片方和演员就已经陆陆续续到达会场 影城方面提供了化妆间 休息室 会议室一系列全套服务设施 大排明星和导演 都有自己单独的化妆间和休息室 沈强在剧里是男二号 也有一个单独化妆间 但是他这个人比较随性 不摆架子 让化妆师简单弄弄完 就跑去跟别的演员 看大山去了 反倒是唐金飞花了一个多小时 把自己收拾得风流倜傥 都快赶上男主角了 这才慢悠悠地离开化妆间 跟导演制片方们会面聊天 给人感觉 好像沈强是他小弟一样 潘杰今天也特意穿了一件 深蓝色针丝露背晚礼服 微字形的露背装 能够把他粉白的肌肤 恰到好处地显露出来 垂到脚踝的长裙 又能遮住恨天高 把他娇小的身段 衬托得苗条心肠 除此之外 发式耳环和项链 他都经过了仔细挑选 凡是露脸的机会 他都要与那些女明星争起斗艳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沈强有多幸运 娶了一个多么出众的老婆 眼看着快到七点了 明星们都赶往演播大厅了 潘杰最后一个化完妆 在助理的陪同之下 急急忙忙赶往演播大厅 也该找他倒霉 从身边匆匆经过的 一个影院的女服务员 处理拿着一桶老檀酸菜 一边往嘴里扒了 一边嘀嘀咕咕 用蓝牙耳机打电话 毛毛愣愣地 一下挂到潘杰的胳膊 一桶加量不加价的方便面 连汤带面 全部扣在潘杰裙子上 潘杰惨叫了一声 仰手给了服务员 一个大嘴巴子 你瞎呀你 女服务员自身闯了大货 吓得连连作忆 就差给潘杰下跪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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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杰一口口水催他脸上 你知道一条裙子多少钱吗 你赔得起吗 我 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女助理小赵 在一边劝着 潘杰 先想想办法吧 手印室还有十几分钟 就要开始了 这个样子冲去 被记者拍到就糟了 潘杰也慌神了 那怎么办呢 要不回去换一套吧 不是还有备用的礼服吗 换别的衣服 潘杰又有点舍不得 这道衣服可是他早在两个月前 为这次手印里出厂进行挑选的 让一个狗脑子的蠢货给彻底毁了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呢 你这个蠢东西 潘杰现在除了对这个闯货的女服务员发火 也想不出什么招来 女服务员小声建议 要不洗洗吧 洗 这东西是油啊 还有恶心味 能洗掉吗 化妆间那里有清洁液 擦擦就能弄掉 我用过 是吗 赶紧带我去找 是 女服务员唯唯诺诺的 急忙带着潘杰往化妆间那边走 化妆间大大小小好几间 他领着潘杰走进其中一间 那间堆着不少的杂货 架子上挂着一件件戏服 足有百八十件 占据了大半个空间 空处的部分有四五个梳妆台 一看就是库房临时改的 其中一个化妆台正坐着一个 穿着动物造型外套的年轻女人 她正对着镜子自己描眉 桌子上放着一个糖宝的大脑袋 估计是要扮演一条大虫子 在电影院门口搞促销的 潘杰鄙夷的瞧了那女人一眼 心说 就你这样 脸都露不出来 还臭美个什么劲啊 闯祸的女服务员 跟这眉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翻 我想起来 肯定是装在这里面的柜子里了 说着一头钻进衣服堆里 潘杰用鼻子横横 今天可真倒霉 又到谁不好 偏偏遇到这么一个蠢货 赵助理一脸赔笑 也不好说什么 可是 左等那个女服务员不出来 右等也不出来 赵助理看看表 就说 哎呀 眼瞅着快七点了 这个人到底找没找到啊 潘杰也急了 大声喊道 喂 能不能快点啊 找到没有啊 没有人回答 这之后 那个装扮成唐宝的女孩 已经化妆完毕 拎起唐宝的大头罩 一步一晃走到门口 还回头瞅了瞅 发囚的潘杰 幸灾乐祸地笑了笑 潘杰更是来气 几乎扯着脖子 朝女服务员喊着 你耍我呢 到底能不能找到了你 还是无人怀答 潘杰瞅瞅照助理 两个人互相忘了忘 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怎么搞的 这门怎么打不开了 那个要出门的唐宝女孩 焦急地叫了起来 潘杰急忙问那女孩 这间屋子还有其他门吗 女孩一脸沮丧 没有了 就这一个出口 还有一扇窗户 今天是怎么了 这么倒霉 潘杰气呼呼地走到门口 伸手攥住门把手用力拧了拧 根本就拧不动 锁头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别住了 她又跑到窗口 想着实在不行 跳窗户出去也行 怎么说也得参加那个手印领 可是等她往窗外一瞧 眼前就晕了 这少说也得七八层高啊 别说是人 就是九命猫也是白搭 白白准备两个多月 让一个蠢货给回了 潘杰都快气疯了 她一定要好好收拾 那个服务员 不把她两层皮都不解气 赵兰 她喊助理 想让她把女服务员 给拽出来 一回身 发现赵兰不见了 却看见 那堆悬挂的衣服不停抖动 忽然一个人 从衣服里跌跌撞撞走了出来 正是助理赵兰 她捂着脖子 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 潘杰吃惊地看着她 赵兰 你 你怎么了 赵兰想说话 一张嘴 血从嘴里涌了出来 顺着下巴 滴滴答答往下躺 不只是嘴 从捂着脖子的手指缝里 一样网出一血 猛然 从衣服堆里伸出一只手 勾住赵兰的头 把她整个人 生生地拽进衣服堆里 潘杰都看傻了 站在潘杰身边 那个唐宝女孩 颤抖着声音问 刚才那 那是怎么回事啊 潘杰哪里知道 她吓得脑子一片空白 也比女孩强不了多少 逃 这是潘杰脑子里唯一发出的声音 她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直觉告诉她 肯定是很可怕的事情 她几乎和那个女孩 不怨而同地抓住门把授 两个人一起使劲 用力推门 门锁发出咔咔的声响 门忽然几下 就是推不开 两个女人 坐在门边瑟瑟发抖 想逃又无处可逃 完全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 只能眼睁睁看着 那堆悬挂着的衣服 仿佛一个个没有脚的幽灵 遮挡着某种未知的 可怕的东西 一个东西 猪然从衣服后面射了出来 潘杰还没来得及 看清楚是什么 忽然身旁发出一声惨叫 她扭头一看 好险没被吓死 那个堂宝女孩已经瘫坐在地上 大腿上插着一把刀 鲜血湿了一大片 女孩发出痛苦的呻吟 救救救救我 潘杰腿都吓软了 她不知道衣服里 那个隐藏的东西 接下来用什么办法对付自己 忽然间 那对衣服开始晃动 从衣服里面 慢吞吞地钻出一个 穿着破烂的灰泥子大衣的人 这样的打扮 几乎跟街角流浪汉 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 当潘杰看到她那张恐怖的脸 身体里面的血液都凝结了 她头上套着一个 用麻布袋子随意缝成的头套 随时一个斜歪的缝隙 眼睛是两颗窟 左眼镶嵌着一个黑色的钮扣 右眼却散发着绿莺莺的异光 她就像一个 从地狱的淤泥里爬出的恶鬼 肆无忌惮地 站在潘杰面前 歪着脑袋打量着她 在她戴着灰手套的手里 正把玩着一把 磨得锋利发光的惨刀 此刻 潘杰就是她的菜 她从面罩的裂缝里发出夜宵哭泣般的怪笑 她慢慢逼近潘杰 锋利的残刀在手里自如地转动 潘杰的眼泪失控地往外流着 没有逃路 没有任何人能救的 她做梦都不曾想到 自己会遇到这种非来恨祸 她是如此地爱惜自己 自从她认识沈强之后 她冥冥之中就觉得自己不同于那些云云众生 她尽管出身卑微 但她命中注定要过上 矜持欲业的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这样思法 像狗一样被杀死 她真不敢行 在极度恐惧中 她充满了求生的欲望 但是在这个嗜血怪人眼中 她只不过是在做徒劳的挣扎 潘杰背靠着被锁住的门 眼看着怪人慢慢逼近 她用力拍门 大声地呼救 门外无人应声 现在大家都去参加首应试了 根本附近没有人 蒙命怪胎歪着脑袋 有那颗绿光盈盈的眼珠子 打量着四声尖叫的潘杰 高高举起残刀 刀尖朝下像野狗散发着兴气的尖牙 劈头刺下 生死关头 潘杰本能地向旁边一缩 残刀深深扎进门板 蒙命怪胎努力地想把残刀拔出来 潘杰趁机连滚带爬 从她刀下逃走 蒙命怪胎连拽几下 把残刀从门板上抽了下来 她正要去追盘杰 忽然停住了 慢慢扭头看向旁边 那个被她飞刀扎上大腿的堂宝女孩 趁着别人没注意 把那把刀子插进门缝 把门外憋着的锁头东西给弄开了 她都已经把门推开一条缝 马上准备逃了 蒙命怪胎一把将门推上 喉咙里发出怪异的哼哼声 似乎被激怒了 女孩欲哭无泪 露出绝望的表情 蒙命怪胎伸手抓住女孩的头发 把她拖到自己脚下 女孩呲声尖叫 绝望地朝潘姐伸手求中 求求我 求你 救救我 蒙命怪胎歪着脑袋 聆听女孩的尖叫 似乎觉得无比动听 她那颗绿莹的眼珠眨了一下 突然举起参刀 朝女孩身上一通狂刺 伴随女孩撕心裂肺的惨叫 鲜血飞溅 潘姐眼睁睁看着女孩 扑倒在自己面前 凝固的双眼 充满无限惊恐地瞅着她 潘姐捂住眼睛 不敢再往下看了 她跪在蒙面怪胎面前 流泪求饶 你要什么都行 只要你不杀我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求求你放过我吧 求求你了 蒙面怪胎歪着头 好奇地瞅瞅的 潘姐看不懂她是何居心 孩子争取舒服的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是你干的 你饶了我吧 就当做 就当做 我从来没见过你 行不行 蒙面怪胎没做任何表态 只是把沾着血的参刀 放在嘴上 伸出鲜红的舌头 舔尸着刀上的血 然后朝潘姐步步逼近 潘姐悲催地意识到 自己遇到的分明就是一个人形怪物 她根本就听不懂人话 也对美女不感兴趣 她喜欢的只是杀戮 碰巧自己不幸成为她的猎物了 不 不要 不要过来 潘姐连滚带爬 往衣服堆里面钻 却被脚下什么东西 绊了一个跟头 跌倒在地 扭头 正看见双眼圆睁 死不明目的赵兰 躺在自己脚下 脖子上全都是血 潘姐惨叫了一声 手跑脚灯 躲开赵兰的尸体 一只灰色的手套 突然抓住潘姐的脚腕 蒙面怪胎抓住她一条白滑滑的大腿 把她慢慢地拖向自己 绿眼珠寒光四射 潘姐呜呜地哭着 双手徒劳地地上抓脑 这时候她怀里手机 响了 又是那首同样熟悉的歌曲 清新悠扬的小女生 在杀气腾腾的房间里回荡着 蒙面怪胎似乎很不喜欢这种歌 用手狠命捶打脑袋 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 潘姐在生死关头也被激起了勇气 她趁着蒙面怪胎分心的时候 拳起那条未被抓住的腿 用力地全力蹬了过去 恨天高 又长又尖的鞋跟 狠狠地蹬在蒙面怪物的裤腿上 潘姐力气再大点就能扎进去 蒙面怪胎发出惨叫 潘姐趁机把脚从怪胎手里挣脱出来 用起兔子登鹰的招数 两只脚轮流往他身上踢 蒙面怪胎毫无防备捂着肚子 猎起走了好几步 潘姐集中生智 甩掉恨天高 爬起来往门口跑 她刚看见那个被人杀死的糖宝女孩 已经把门弄开了 当下再不犹豫 拉开门就冲了出去 头也不敢回 只顾着往前面奔跑 全然不知道那个蒙面的冷血怪胎 有没有碾上来 那一刻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跑 跑着跑着 忽然看见迎面过来几个人 潘姐就像看见救星一样 轻力地轰叫 救命啊 他要杀我 救命啊 那几个人看见潘姐披头散发 光着脚狂奔 壮弱癫狂 也都吓了一跳 伸手拦住他 潘姐拼命挣扎 尖叫连连 其中一个问 小姐 你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刚才说谁要杀你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 潘姐指着身后 那个人 那个人追我 他要杀我 你身后没有人追你啊 不 有人 你要相信我 真有人要杀我 潘姐奴隶描述 蒙面怪胎的长相 脸像鬼一样 一只眼睛是绿色的 手里拿着一把刀 他都已经杀了三个人了 只有我逃了出来 几个人听了都笑了 觉得潘姐有精神病 你们不相信 就跟我过来看看 他就在化妆间那边 不算潘姐 这里四个人 全都是男的 潘姐胆子也大了起来 想着那个怪物再厉害 就算手里有刀 也不一定能打得过 四个男的 再说 他也不想让这个杀人犯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逃走了 几个人闲着没事 索性就跟着潘姐往回走 其实潘姐也没跑出多远 穿过一个回子型环廊 前后不到一分钟 他带了几个人 回到那间恐怖的化妆间 门还关着 走到门口 他又不敢推门往里面进 刚才那间屋子里发生过的 一幕幕血腥屠杀的场面 清晰地在眼前闪过 看到他犹豫 其他几个男的也不以为然 其中一个伸手要去推门 潘姐大叫起来 不可以 你 你会被杀死的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男人原本不信邪 以为自己胆子挺大的 可是看潘姐神经质地盯着自己看 就好像咒自己死一般 被搞得心里也是有些发毛了 还是报警吧 潘姐建议 我们躲在门口 只要不让那个人出来就行了 这间屋子只有一扇门 守住门口 他就出不来 恐惧这个东西相互传染 有一个显出胆怯 其他几个男的 不像刚才那么满不在乎了 他们对潘姐的话将信将疑 不过看他的穿戴 也不像是一般人 都没有反对他报警 让潘姐这一折腾 很快消息就传开了 唐经飞最先赶了过来 看见潘姐的样子 吓了一大跳 他此时衣衫不整 披头散发 脸上妆全花了 融化的眼影 在脸上流出两道黑线 活脱脱一个女鬼 他把潘姐 拉到被人的地方 就问他 我怎么听说 你遇到杀人了 怎么回事啊 潘姐刚想回答 看见唐经飞满脸关切 心中忽然一脸 忽一地打量着唐经飞 哎 你怎么 潘姐出其不意 忽然扬起手 狠狠扇了唐经飞一耳光 你干什么 你疯了 唐经飞一下被打蒙了 捂着脸骂着 我疯了还是你疯了 潘姐怒不可遏地 指着唐经飞的鼻子 你派人跟踪我还不够 还要找人来杀我吗 又算是演戏 也没必要演成这样吧 你到底安得什么戏呢 你胡说什么呀 谁派人杀你了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唐经飞也急了 不是你还能有谁 刚刚派了一个变态跟踪我 这在没几天 又平白无故 冒出一个杀人犯 肯定是你在背后搞鬼 我告诉你 真的不是我 唐经飞又急又急 脑筋蹦起多高 咱们俩是一套身上的马战 我要做的也是保护咱们俩 我干嘛要杀你 我疯了吗 对我能有什么好处 真不是你 真不是 你冷静冷静 好好想想 唐经飞不可理喻地看着潘姐 说不定 还真的只是一个意外呢 你确定那个人是奔着你来的吗 他是不是还杀了其他人 是啊 杀了三个 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了 潘姐心里心有余悸地说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那个人 绿眼睛盯着我看的时候 跟看别人不一样 潘姐的话 似乎触动了唐经飞 她陷入了思索 眉心紧锁 脸上的表情 也开始变化不定 潘姐 似乎感觉到了不妙 急切地问 喂 你想到什么了 倒是说句话呀 我也说不好 这件事情 仔细琢磨琢磨 确实挺蹊跷的 唐经飞犹犹豫豫 正想说什么 忽听身后 有人操着河南口音 大声说道 让他这儿 干什么呢 此刻听到这个声音 对于唐经飞和潘姐来说 简直比遇见那个蒙面怪胎 更加惊恐 他俩一回头 就看见沈强正站在身后 两个人一下都蒙住了 唐经飞低头 瞅瞅自己的手 幸亏没跟潘姐拉在一起 他强坐镇定地说 你怎么安了 强子 收音室结束了吗 还没呢 我给我媳妇打电话 她也不接 后来听说出事了 我就抽空过来看看 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她 误打误撞跑到这里来 就看见你们俩在聊天 说啥小小话呢 你说说让我听听 沈强笑呵地说着 唐经飞瞧沈强憨厚的样子 似乎不像是假装的 汝他真的察觉出了什么 以沈强的直性子 肯定是当面罗 对面鼓的 开干了 哪里会这么客气跟他说话 心里有了计较 他就说 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吧 强子 真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死人了 而且一下就死了三个人 沈强也有点震惊了 怎么死的 有个蒙命人 忽然闯进化妆间 一口气连上了三个人 沈强倒吸一口冷气 有这种事 潘姐也在他们之中 侥幸逃出来了 现在已经报了警 警方很快就到 我刚才就是跟他聊这事呢 我看他吓坏了 不想被那些媒体记者们 找到他乱问一通 就把他带来这里 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 沈强拍拍唐经飞的肩膀 就说 二兄弟你考虑得周到啊 我就没想到 他回身 双手抱住潘姐 又心疼 又气愤 真不知道 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到底是哪个该子的混蛋 敢伤害我媳妇 无非扒了他的皮 抽了他的筋不可 潘姐像跟木头似的 任由丈夫抱着 他的脸挨着沈强的后脑勺 那双幽怨而疲倦的眼睛 勾魂似的 瞅着唐经飞 唐经飞知道 他现在真正想抱的人是自己 女人最脆弱的时候 就会情不自禁地 渴望扑到心爱的人怀里 他望着沈强圆圆的后脑勺 有点替他感到悲哀 一个男人能混到这种程度 就算他事业再成功 也只能成为别人的笑柄 潘姐撅起嘴 做出撒娇欲哭的表情 唐经飞忽然胆大包天 伸出手在他脸蛋上摸了一把 这幅情景 如果有第四个人在场看到 肯定会惊掉下巴 都说 西门庆色胆薄天 唐经飞 估摸着自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论起给人戴绿帽子的本事 恐怕也没人达到他的境界了 而沈强还傻乎乎地抱着老婆 想要给他温暖 给他安慰 新华国际影城的所在辖区公安分局 是徐辉区公安分局 接到报案 重案组火速赶到 由老称池中的组长邵俊杰率领着 案情邵俊杰大致了解 得知一个身份不明的蒙面人 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化妆间里大海杀戒 用刀子残人统杀三个女人 只有一个女人侥幸逃脱 这简直就是恐怖片一样的血案 光是听听就让人头皮发麻 脊背发寒 邵俊杰到了新华国际影城 询问了一下具体情况 得知凶手很可能还躲在杀人房间里 不敢怠慢 马上做了部署 他亲自带着四个警员 各个持枪在手 子弹上膛 堵住了案发的那个化妆间 另外还有五个警员 被他派往楼下 密切监视化妆间窗户 防止凶手翻窗逃走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所有警员各就各位 邵俊杰朝负责突击的警员 做了一个手势 一脚踹开门 警员举枪冲进房间 邵俊杰随后跟进 两个人两支枪负责不同区域 将整个房间都纳入射击范围 只要受到任何攻击 随时可以开枪 后面两个警察随后跟进掩护 此刻潘杰和唐清飞沈强 还有其他得知消息的 郡组人员和制片商 都躲在远处紧张地观望着 虽然警察足够多 可他们一个个心里 还是七上八下不落地 谁知道呢 也许马上就会枪声打坐 血肉横飞 大约过了一分多钟 化妆间里异常安静 没有发出枪声 打斗声 甚至连丧嚎声都没有 整个房间里仿佛陷入了一团死鸡 潘杰战战兢兢地问 到底 到底什么情况啊 也不知道 他在问身旁的沈强 还是沈强旁边的唐清飞 沈强忘了回答 不住咽了口唾沫 他还很少这样紧张过 唐清飞勉强还能说句话 再等等看吧 潘杰的话代表所有人的心声 大家谁的心里都悬着 终于一个人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重案组长邵俊杰 他身上没有伤 也没有撕打的痕迹 只是他的表情很奇怪 首音室的组织者 横业影视公司总经理董文山 赶紧走上前 问他 少警官怎么样 制服充手了吗 少俊杰摇了摇头 凶手已经跑了 跑了 你们没有一直派人开上那扇门吧 凶手杀完人 只要还有点智商 肯定找机会逃跑 哪还能待在房间不走啊 不过 少俊杰顿了顿 用奇怪的眼神 看着董文山 董经理 我听说 凶手杀人的时候 房间里有四个女人 三个被杀了 有一个逃了出来 是吗 是这样的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 我想见见她 董文山 董文山指了指 潘杰 就是她 她叫潘杰 哦 少俊杰走到潘杰面前 就说 潘小姐 你就是那位 幸存者是吗 潘杰 惊魂未定地点了一下头 你是亲眼看到凶手杀人的 潘杰又点点头 你确定你亲眼看见了凶手吗 他这话问得很奇怪 不止潘杰 所有人都被问愣了 唐清飞插嘴说 少警官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 少俊杰转身走向化妆间 说 你们过来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其他人不明就里 随后跟着走到化妆间门口 少俊杰对潘杰说 是你说的 当时这个房间里 算你在那四个女人对吧 那个凶手杀了三个 只有你逃出来了 那你告诉我 这三个女人的尸体在哪 她手指着化妆间 潘杰往化妆室里一看 顿时就傻眼了 房间里空空如也 连一具尸体的影子都没有 潘杰指着门口说 这 就这里之前躺着一个女的 打扮得像花钱古堂宝似的 她身上被捅了好多刀 死的时候还向我求救 潘杰捂住嘴 眼泪又开始在眼圈里打转了 那她的尸体去哪了 地上连一点血迹都没有 我 我不知道 好吧 那另外两具尸体都在什么地方 潘杰走进房间 指着那堆悬挂的衣服下面 就在这儿 躺着我的助理 我当时还被她的尸体绊倒了 眼看着她瞪着死眼 脸上全都是血 我没骗你 还有一具尸体呢 还有一个女服务员 她把方便面汤弄洒在我裙子上 带我进屋 拿点清洁液 你看 我裙子上还有油渍呢 潘杰指着自己裙子 证明给少俊杰看 少俊杰打断她说 你先给我找到尸体在哪儿吧 我没看到这个服务员死在哪儿了 但她肯定也被凶手杀了 就在这间屋子里 我带你们去找 不用了 已经找遍了 没有尸体 一去都没有 这不可能啊 潘杰心恶地捂着脸 像见了鬼一样 我眼睁睁看见他们被凶手杀死的 那这些尸体怎么会都不见了呢 这 我不知道 但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我至少得先相信事实 如果只有凶手逃走了 那还好说 但是三具尸体不能走 也不能动 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了呢 唐清飞说 会不会是凶手趁着其他人 没有赶到的时候 把尸体运走了 邵俊杰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把尸体运走了 他转头问潘杰 你从化妆间逃出去 有三个出口 你当时是往哪个方向跑的 潘杰指着难免走廊说 这个方向 你跑到什么地方遇到其他人的 我记得我当时跑到前面的灰廊 然后碰见四五个人 你告诉他们化妆室里杀人了是吗 是的 他们就跟着你跑了回来 把门堵住了 嗯 当时他们还想进屋看看 让我拦住了 我让他们报的警 那好 小王 邵俊杰喊了一个警官 你现在从这里给我小跑到灰廊那 过了灰廊之后再回来 绝对不要快 知道老头 那一名王警官就小跑跑回灰廊 过了一会儿又慢悠悠地回来了 邵俊杰看了看手表 两分零十五秒 他对众人说 女人跑步速度一般比男人慢 就算潘小姐当时是拼尽全力 跑得比小王快 但他还跟几个人交涉一番 耽误一点时间 那就算他用了两分钟就回来了 而凶手只能从走廊另外两个出口逃走 无论哪一个距离也不短 各位试想一下 凶手有没有可能在两分钟里 带着三具尸体从房间里逃走消失呢 不只是这些 还要把血迹都清理干净 谁有这个能耐做到呢 众人面面相觑 不觉摇头 都将信将疑地看着潘杰 就好像他在撒谎一样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潘杰有点慌了 大声说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没发生这种事情 我为什么非要说有呢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说是不是老公 鼓励无缘的时候 他向沈强求助 希望他能帮自己说句话 是啊 对对 我相信我媳妇 只是 沈强嘴上虽然帮妻子 可说话吞吞吐吐吐 显然也没有十足的信心 而听为虚 眼见为实 毕竟到目前为止 他既没有看到凶手 也没有看到死者 完全是攀杰一个人在说 正在相知不下 人群里有个人说 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 倒也用不着 非要看到凶手和尸体在算数 潘小姐说 不是三个人被杀了吗 那现在就招惹这三个人 不就能证明 潘小姐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这句话 都一下提醒了邵俊杰 这么简单的办法 本来也不难想到 只是突如其来的事情 让所有人 包括他在内 都有点措手不及 一下钻进了牛角尖 邵俊杰甩目望去 说话的是一个个头很高 长得很不错的年轻男子 他还以为是个演员 他看了一眼那个男人 然后对潘杰说 潘小姐 那你就详细说说 三个被害人吧 我记得你刚才还说了一句 其中有一个 还是你的助理吧 是 他叫赵兰 说到赵兰 沈强这边一起参加 首映室的几个人 回过神来 在人群里四处看看 沈强还大声喊了两句 赵兰 在哪 过来一下 没人应声 找了一圈 人群里并没有发现赵兰 唐靖飞掏出手机 找到赵兰的手机号码 给他打过去 等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说 打不过去 众人一下就骚动了 刚刚安稳的心又悬了起来 新华国际影城的经理 范瑶也在场 这时候忙问潘杰 潘小姐 你刚才好像说 我们有个服务员 把你礼服弄脏了 他带你到化妆间去擦洗的 你记不记得 那个服务员叫什么名字呀 潘杰说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 那个女服务员 个头很高 做事毛毛愣愣的 那还有一个 你说穿戴像唐宝一样的女儿呢 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 光平这样的描述 很难判断是哪些人 范瑶有些为难 少俊杰说 如果这两人是你们影城的仪工 肯定有上班记录的 找找应该能找到 影城里今天上班的有上百号人 范经理没有办法 只好去一个个查 过了总有一个小时 她回来了 对 少俊杰说 我查到了 那个打扮成唐宝的女人 是个大学生 兼职给我们做导购员 叫罗娜 她失踪了 她的手机一直处在关机状态 范瑶的话 让现场气氛更加压抑 连焦头金耳的人 都闭住了嘴 少俊杰问 还有一个呢 那个女服务员呢 她倒是没有失踪 少俊杰心里燃起了希望 说 是吗 赶紧把她找过来 我还想找她核实一下 谁知 范瑶的神情变得有些奇怪 她虽然没有失踪 但是 我却找不到她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肯承认 自己跟潘杰发生过争执 没有人承认 去过那间化妆室 那你怎么能断定 他人没有失踪呢 因为今天 所有该到的服务员都到了 根本不确认 什么 少俊杰都难掩惊愕 他当了这么多年警察 还从来没遇到过 这样古怪的案子 他在心里琢磨 为什么那个女服务员 不肯站出来承认呢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文章吗 这时候 人群里那个高个男人 又开口了 在事实还没摸清情况下 想了再多 不如实际确认确认 这话 有插手警察查案之嫌 听着不那么顺耳 但少俊杰感觉这话 似有深意啊 他想了想 对范瑶说 范经理 你现在就把所有服务员都找来吧 在这里集合 我想让盘小姐亲自辨认一下 把那个女人找出来 这就意味着停业 范瑶有点不太情愿 但人命关天 他也不好反对 过了一会儿 他把所有女服务员都叫到大厅里 足有六七十人 密密麻麻 站好了好几排 少俊杰问潘姐说 潘小姐 你对那个 把你裙子弄脏的女服务员 还有印象吧 有 只要我看见她 就能认出来 那些女服务员不明就里 看潘姐那副矫情眼 还以为是谁 把她裙子弄脏了 她不依不饶 再找茬呢 一个个低下头 心里坠坠不安 像这种 有俩钱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的 有钱女人最难缠 不小心招惹上 保准把你几层皮 折磨到你哭爹喊娘 以此为乐 潘姐挨个儿服务员 都仔仔细细端向了一遍 走到谁身边 谁心里就咯噔一下 担心 万一这女的胡乱指哪一个 那她就倒大没了 谁也不知道 潘姐那条裙子 到底值多少钱 但估摸着一个明星老婆 穿的衣服 他们普通人 不卖个身 卖个肾什么的 是赔不起的 潘姐从第一个人 一直看到最后一个 几十个女服务员 都看完了 回头朝少俊杰摇里摇头 没有 那个女服务员不在这里面 怎么可能 少俊杰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可能 她带着疑问 看看范瑶 范瑶马上说道 我仔细核对过了 所有人都来齐了 没有漏掉的 少俊杰问潘姐说 你确定 你弄脏你裙子的女人 是服务员吗 潘姐很肯定地说 她穿着服务员的衣服 跟他们一样 少俊杰陷入了沉思 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 伪装成服务员 不小心弄脏别人的衣服 带人去清洗时 就遇到了杀人狂 死于非命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实在是点子够背的呀 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看起来都离奇 都似乎是在把自己 往死路上逼 难道 少俊杰背后 生出一股寒意 当了这么多年警察 她还是第一次 新生这样一种阴冷的感觉 她问潘姐 我问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回答我 你说 你亲眼看到凶手杀人 那你是不是 亲眼所见 凶手杀了那个女服务员呢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我 盼解顿了顿 我只看见赵兰 和那个打扮成糖宝的女人 被凶手杀了 女服务员 我没有亲眼看见 当我喊她 她都不答应 连呼叫都没有 我想她肯定也死了 少俊杰不知可否 继续问 那你有没有看到 凶手的真面目 没有 她蒙着脸 头上戴了一个很吓人 很奇怪的头照 少俊杰没有继续往下问 她一转身急匆匆地走进那间化妆间 在那堆衣服里面翻弄了一会儿 用衣服架 提着一套衣服走了出来 上身是白衬衣 配着红色外套 下身是黑色喇叭裤 分明就是影城女员工的工作服 少俊杰问潘杰说 你仔细看看潘小姐 那个女服务员穿的是不是这套衣服 是这样的 可是女服务员穿的衣服 好像都一样吧 对潘杰的疑惑 少俊杰没有回答 她问范瑶说 范经理 你们这里员工的工作服 会放在化妆间吗 不会 员工的衣服都是放在休息室 个人专门的箱子里的 化妆间是给演员一类人使用的 平常的员工除了做杂物 都不会进化妆间 我知道了 少俊杰面色凝重 发出一声冷笑 假如化妆间里真的发生了凶杀 那这个案子可太有意思了 我们原先以为 房间里一共有五个人 凶手 女服务员 导购罗娜 潘杰小姐 还有她的助理赵兰 但事实上 房间里也许只有四个人 范瑶明显没听懂 少俊杰的意思 只有四个 怎么可能呢 女服务员 罗娜 潘杰和赵兰 正好是四个人 还有凶手呢 你忘了 我没忘 只不过 凶手不是独立的一个人 她其实 与四个受害者中一人 是同一个人 同 同一个人 范瑶 击铃铃打了个寒颤 你意思是 凶手伪装成我们的服务员 混进来杀人 这 这太荒唐了 是不是荒唐 很快就知道了 少俊杰 对身边 一个警员说 你现在 马上通知 乌整科的人到这里 由我仔仔细细检查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 有人被杀了 警员马上用对讲机 向局里传达组长命令 半小时之后 四个乌整科人员 带着设备赶到现场 按照少俊杰的吩咐 仔细地搜查了一遍 由于案发现场 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 为了保险起见 技术员们在地面上 洒了一种叫 卢米诺的溶液 它的化学名称 叫做三胺基本二甲仙颈 俗称发光胺 专门用来检测 经过擦洗和时间久远 难以发现的血液痕迹 可以检测出 百万分之一的含血量 技术员们把化妆间里 唯一的窗户挡上了 在潘杰所指的 两具尸体躺倒的位置 喷洒上卢米诺溶液 结果 原本干净的地面上 逐渐散发出 幽蓝色的一块块光斑 那是血液蚕刺中 铁元素和试剂 发生氧化反应出现的现象 站在门外观看的少俊杰 心情顿时变得沉重 他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毕竟还抱着一丝侥幸 期望这个案子 不像看到的这么诡异 然而 现在勘察结果就在眼前 毫无疑问 潘杰没说谎 这就是凶杀案的现场 而他有幸碰见了 他这辈子都未曾碰到过的怪案 从潘杰逃出这间屋子 到他带人赶回 大约用了两分钟时间 虽然尸体数量比尸杰预估的少了一个 可是他跑来这段走廊 划砖间门口有段直路 就是说 潘杰根本用不着跑到门口 在远处就能看到 是不是有人从房间里出来 这样估算下来 他一个来回 只要一分半就足够了 他没有发现凶手 就意味着 凶手在一分半时间里 擦干净地面的血迹 然后带两具尸体逃走了 这可能吗 除非凶手是一个绿巨人那样的怪物 为了保险起见 他宁愿假设凶手就是绿巨人 他亲自带警员 以化妆监为起点 检查另外两个走廊的出口 如果凶手带着两具尸体夺门而逃 只能二选其一 可是结果令他更加吃惊 两条逃跑路线 经过的楼梯和走廊里 没有发现任何掉落的血迹 一丁点都没有 以被害人受伤情况来看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许只有一种可能 凶手引难以想象的速度 逃出了新华国际影城 恐怕就算是绿巨人来了 也做不到 换句话说 他遇到了一桩密室杀人遗失案 虽说窗户和房门 都没有从里面上锁 但其他客观条件 无形中限制了凶手的活动 七层楼的窗户 一分半钟的遗失逃跑事件 这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犯罪 凶手却做到了 他怎么做到的呢 邵俊杰苦思冥想 想得头都疼了 他当了这么多年警察 算不上福尔摩斯 也堪称洞察秋毫 偶尔无事 也看看推理小说 本格式推理中最精彩的情节 莫过于密室杀人 完整不可能完成的犯罪 对于他这样现实中的老警察来说 推理小说家苦心编制的不可能犯罪 当故事都督 列齐一下还行 里面有很多技巧 在现实中是经不起推敲的 那得需要许多巧合和偶然 作为前提才能实现 所以 现实中从来没有罪犯 进行过所谓的密室犯罪 他从来不相信这个 迟到今天 好像上天有意刁难他一把 他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密室杀人案 没有人看出 他冷硬的外表之下 内心中有多么的震惊 多么的茫然 身后忽然有人喊他 来这浓重的河南口音 少警官 他转身看见了沈强 他在电视中 电影中倒是没少看见他 演的都是一些 有点憨直傻气的角色 现实中跟这人没有什么接触 沈强神色交集 脑门上轻轻直跳 压抑着愤怒 孙起的妻子险遭毒手 做丈夫的理应这样 少俊结问 哦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我刚才问过我媳妇 她见过凶手的样子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帮你抓住那家伙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邵俊杰心头一动 一眼看见了站在远处 楚楚可怜的潘姐 她刚才向这个女人了解过情况 但因为怀疑她撒谎 没有深问 她找沈强点点头就说 那我就跟她谈谈吧 沈强过去跟潘姐说了几句话 潘姐看了看邵俊杰有点不安 但还是走了过来了 邵俊杰很客气地做了解释 巴小姐 请不要介意 我刚才不是有意怀疑你说谎 我只是作为警察要考虑各种可能 沈强有些憔悴的潘姐点点头 表示不介意 邵俊杰接着说 巴小姐 沈先生说 你见过凶手长什么样 咱们之前还没有仔细聊过这方面呢 你现在能不能仔细回忆一下 我说我见过她的样子 可不是她的长相啊 她始终蒙着脸 我看不到 只是她打扮的样子太吓人了 我印象很深 看不到长相也没关系 你说她样子长得吓人 怎么个吓人呢 潘姐深深呼吸 平静了自己的心情 就说 她穿着一件 很破很破的镊子大衣 灰色的 头上戴着一个头套 也是破破烂烂的 好像是用麻布袋子做的 她的整张脸都被挡着 嘴那个地方 有个斜着的裂口 两只眼睛的地方 有两个窟窿 左边镶嵌着一个 黑色的圆扭扣 你当当 你是说 她的左眼没有露出来 而是镶着一个黑扭扣 嗯 我不知道她眼睛 还能不能看见 反正看着特别瘆人 那她右眼呢 潘姐打了个含去 她右眼倒是能露出来 可是她眼睛就像是鬼一样 绿莹莹的冒光 手里拿着一把餐刀 她就用那把刀杀人的 少俊杰不觉吞了口唾沫 她之前没有仔细询问过 凶手的外表 现在听潘姐战战兢兢的说完 心里更加惊骇 后脖子也不禁往外冒凉气 这还试人吗 分明就是一个怪物 不说别的 光想想她那亲力的外表 就够害人了 她把杀人当成游戏吗 忽然 站在潘姐身后的沈强 大声说道 这家伙怎么会是凶手呢 不可能啊 邵俊杰一愣 听沈强话里有话 就说 沈强盛啊 难道你见过这个凶手吗 他和我们马上要上映的 世界夜魔里的杀人狂 太像了 这个消息 简直比密室杀人 更让邵俊杰震惊 这个案子的古怪 越来越出乎他的意料了 沈强直捅着性子 大嗓们一嚷嚷 周围看热闹的那些演员们 就出现了骚动 不少人目光一样地 瞅着他们 窃窃私语 这之后 一个穿着很时尚的光头男人 走了过来 操着一口广东口音的普通话 向邵俊杰自我介绍 你好 邵俊杰 我是导演张子强 沈强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说凶手 跟嗜血夜魔的杀人狂 太像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 沈强接话说 张道 你都想不到 这个杀人凶手打扮的 跟我们电影里 那个大魔头 完全一样啊 张子强也惊呆了 什么 邵俊杰说 既然这么像 我想看看 你们电影的剧照 好的 你跟我来一下 张子强 也出于 想弄清究竟 带着邵俊杰 来到首音室的 演播一号大厅 其他人 处于好奇 也都两两三三的 就跟了过来 演播大厅外 等后一帮 准备采访 报道的记者 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首音室 开始到一半 就终止了 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 就看见 剧组和制片人 又回来了 其中还有 两三个警察 凭着直觉 他们猜测 可能有爆炸性的新闻线索 纷纷涌上来 话筒 录音笔 都往上招呼 张导 为什么首音室 突然终止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啊 警察怎么会在这里 方不方便 透露一下 首音室 终止 是不是因为突发事件啊 是有人犯法了吗 张子强 只是对记者们 做出僵硬的笑容 对一切问题 盖不回答 脚步匆匆地 走进演播大厅 其他人 就像是被封住了嘴巴 一脸严肃地 走进演播大厅 那些记者们 随后还想跟进来 被两个 军组工作人员 给挡在外面 关上了门 横业影视公司的 总经理 董文山 这时候开了一句玩笑 就说 其实要是这时候 把真相 告诉那帮记者们 没准我们的片子 能大火一把呢 开完这句玩笑 太太发现 谁都没有笑 邵俊杰冷淡地 看了他一眼 回头 问导演张子强 说 把剧照找出来吧 我看看 张子强 打开投影机 主席台上 背景荧幕上 就出现大幅剧照 阴冷 凶杀 悬疑 所有刺激神经的 恐怖元素 瞬间冲击着双眼 两男两女 四个人 表情惊恐 目光古怪 站在中间的女人 穿着一套 沾写的白色裙子 站在左边男人 就是沈强 张大嘴巴 露出两排大牙 一副难以置信的 夸张表情 四个人的背景 是一个印在血泊中的模糊头像 只露出两只眼睛 或者说是一只眼睛 一只诡异的绿色眼珠 而左眼却是一颗圆圆的钮扣 电影名字是用沾写的参刀组成的四个字 是血液魔 少俊杰说 还要再清晰点来吗 张子强用遥控器 一张张照片往下翻找 赫然 一个恐怖人像出现在幕布上 他身穿一身破烂灰逆子大衣 破烂的头套是用麻布袋子做成的 把整个头都遮住了 多余的部分堆在下面 用麻绳在脖子上缠绕了两圈 最恐怖的地方是他被遮住的脸 头罩上两个窟窿和一个斜歪的裂缝 组成畸形的五官 左眼镶嵌一个黑色大钮扣 右眼是鬼火般的绿色 少俊杰凝视着夜魔阴冷的眼神 仿佛在与那个视血怪胎隔空对视 他几乎能真切地感受到 屠杀现场那种无处不在的绝望 全身的血液都在不知不觉间 冻结 一声轻厉的尖叫声从身后传来 全神贯注的少俊杰被吓了打了个寒颈 急忙转身看 原来是潘杰被夜魔的剧照吓昏过去了 他的丈夫沈强扶着他离开演播大厅 少俊杰须惊了一场 才发现自己的背心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他沉声问导演张子强说 张导 你电影里的这个夜魔 是剧里的怪物 还是真人装扮的凶手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是个凶手 一个精神分裂的怪胎 他是盲人吗 所以左眼睛用纽扣折住了 不是 他能看见 纽扣是我们为提升凶手的外表效果加上去的 其实纽扣并不是遮光的 上面有许多细小的孔 原里就像小孔眼镜 透过纽扣还是可以看见东西的 照这么说 他那颗绿色的右眼也是伪造的了 就是绿色荧光的隐形眼镜 原来不是怪物 是人装的 邵俊杰接着问 那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 这个影片的大概故事清洁 是讲四个年轻人去外地旅游 听说当地有个民国时期的古宅子里藏着宝物 就相约一起去逃跑 结果真的在古宅子地下室里 找到了一盒珠宝首饰 他们把珠宝带回了家 卖给了典当行 结果之后 凡是购买了这些珠宝的人呢 就在夜晚被一个蒙灭怪物杀害 这四个年轻人知道消息之后 想调查真相 那个怪物此时也盯上了他们 邵俊杰觉得他太啰嗦 打断说 你就说说 那个装扮怪物的人是谁吧 他为什么杀人 哦他呀 他其实就是那个民国老宅子的主人 他一直住在那个宅子里 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些首饰都是他母亲的 他母亲当年离家出走 他又哭又闹不让他走 他母亲于是把这些首饰给他玩 说一会儿就回来 从此再也没有回去 那个男孩就一直守着那些珠宝首饰 等他母亲回来 你等等 邵俊杰又打断他 这个夜魔的母亲离家出走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当然是民国时期了 民国时期 照那样说 这个夜魔不是应该至少好几十岁了吗 一百一十岁了 一百一十岁的杀人狂 邵俊杰难以支线地瞅瞅剧照上 那个身材魁梧高大的夜魔 啊是这样的 这个故事的基调是一部 由着浓郁浪漫主义气息的 哥特式恐怖片 有些经节我们进行大胆的设计 通过延伸时空维度来展现不变的人性 我们给这个被母亲抛弃的孤独小孩 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 他这些年一直住在地下室里 地下室有一种可以让人昏昏欲睡的毒药 他吃了这些毒药 就会一整年一整年的沉睡 所以他看起来还很年轻 邵俊杰不想跟他探讨 这部雷剧的情节是否合理 但他弄清楚了一件事情 现实中的案子跟试写夜魔的剧情 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凶手要用相同的造型呢 他杀人的目的何在呢 电影里这套夜魔的道具服装 是专门定制的吗 是的 你觉得如果有人想仿制一件的话 能做到吗 这可不容易啊 你别看这个造型看着简陋粗糙 其实是设计师进行设计出来的 才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恐怖效果 就算有人想仿制也是很困难啊 那这套衣服一共有几套啊 只有一套 现在有谁管理的 在演员手里 扮演夜魔的演员是谁 张磊过来一下 张子强朝人群里招呼了一声 一个正在跟其他人夸夸其谈 好像自己多刀二的男演员 听见导演叫他便走过去 客客气气地说 张导 您叫我啊 张子强向邵俊杰介绍 他就是扮演夜魔的男演员 邵俊杰打量打量男演员 一个陌生的面孔 估计也不是什么明觉 要不然一般演员 也不会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 是不是反觉到无所谓 主要是穿上那一套衣服 整张脸都盖上了 哪还有什么露脸的机会啊 他问这个叫张磊的男演员 你扮演夜魔用的道具服 今天有带来吗 哦 带来了 今天本来是在手营室上 安排我穿那个道具服 亮个像的 只是 说到这里 男演员神色有点不自然 只是什么 那套道具服装 怎么也找不到了 你的服装放在什么地方 就放在我车的后备箱里 车在影院的停车场里 手营室开始前 我到停车场去拿服装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就只好回来了 邵俊杰问张子强手 他有跟你说过这件事情吗 没有 张子强摇头 张磊急忙向邵俊杰解释 我本来是想告诉张导的 可是还没等说呢 手营室就中断了 然后才知道出了杀人案 那你知不知道 杀人凶手穿的衣服 和你丢的服装 和你丢的服装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我一开始不知道啊 后来听你跟沈强说话 我才知道的 邵俊杰目光直视张磊 那你觉得 凶手有可能是穿着你丢的那套道具服 来杀人吗 张磊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费力地吞咽一下唾沫 你也许吧 我也不太清楚 那你觉得 凶手为什么非要穿你的道具服 来杀人呢 张磊摇了摇头 那我换一种说法 凶手为什么会知道 你的道具服装放在后备箱里 张磊脑门开始冒汗 我 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圈人 甚至连刚才昏倒的潘杰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 站在人群里目不转睛地 看着邵俊杰盘问张磊 所有人都迫切想知道结果 他们充满猜忌地瞅着张磊 这个三流演员是脱关系 才混到这样一个 连脸都露不出来的角色 还自名得意 以为自己多了不起 有点弯的演员 压根不拿正眼瞧的 刚说到的年轻演员 也只是敷衍的 现在大家回想起这个人 都有点后怕了 看到张磊唯唯诺诺的样子 邵俊杰心头一喜 感觉像是抓住了什么 就说 要我看 凶手 我一定真想打扮成 电影里的夜魔的样子 这个形象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只是用起来 隐藏自己比较方便而已 就随手拿来用了 先是半城女服务员 进了化妆间之后 趁机换上夜魔的 道具服装 遮住真面目 以恐怖的形象杀人 可是他没想到 潘姐意外逃走了 虽然潘姐没有看到 他的真面目 但却记住了 他独特的造型 恰恰是这个古怪造型 暴露了他 这是不是应该叫 弄巧成拙呢